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吃東西嗎?不要客氣 謝謝 不用 小偉很少帶朋友回家吃飯 你試帶男朋友回來就好 現在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世界 甚麼都要跟我們說 Jo,有男朋友喝甚麼 是嗎?我…我哪有 我也沒甚麼男朋友 這麼漂亮,怎會沒有男朋友 遲些快送給小偉 吃飯吧,這些菜很冷 爸、媽 我有話想跟你們說 我跟Jo正在拍拖 神經病,用這些東西來開玩笑 我不是比我認真的開玩笑 伯母,我跟小偉其實拍拖了一年 你的意思是… 女人? 伯母,其實我跟小偉 只不過是剛好大家都喜歡對方 你走 我們家不歡迎你 你救救我女兒 媽 你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 先走了 不要哭了 你媽媽只是一時之間沒接受到而已 我只是想媽媽接受我們而已 真的這麼難嗎 是的 無論外面的人怎樣看我們也好 都比不上一個家人的認同 現在弄成這樣,怎麼辦 有甚麼可以怎樣 等天亮吧 等天亮? 無論多黑夜晚也好 還是會有天亮的時候 你媽媽不理會你一整個星期吧 她現在連我也不管了 那我可以怎樣 你媽媽昨晚又哭了一整晚 在這裡怪自己 在駝駝的時候不知道吃了甚麼 又這樣又這樣 不如你聽媽媽的話吧 我從小到大甚麼都聽完她的話 中學也是她選擇 大學讀哪一科也是她選擇 女兒 你喜歡甚麼人可以選擇 但媽媽不得她就沒得選擇 爸,其實你怎麼看 甚麼怎麼看 我跟Joe說 我沒甚麼怎麼看 我只是不想你激動媽媽 你當作騙她好、哄她好 無論如何也好 這樣吧 待會你跟媽媽去買菜 兩母女好好地聊聊 聊不完就沒有回家 爸 行動就對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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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時才肯理我 看你多想聽我的話 我每次都聽你的話 不過這次真的不行 你只是玩玩玩而已,你會變的 我不是玩玩的 你現在這樣中學的路會很難走 我長大,我懂得照顧自己 你不懂得照顧自己 你不懂得照顧自己 你看我這次,好嗎 你不懂得照顧自己 其實我不喜歡男生 你是不是有病 有病要去看醫生 蕭蕭,怎麼了 媽媽,你不用每個星期 都找男生來跟我相看 但下星期約了 你聽我挺好的,加拿大回來 你很累,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對不起 他有病,你還叫我來相看 你會玩我嗎 他沒有病 ai 你需要腳會跳 我 有朋友 神經病 女兒回來甚麼 不是吧?我去喝完,還沒回來 行了,我打給她 那個人很麻煩,她整個人都… 我也覺得挺好看 我也可以再看一次 小偉 哪有跟她在一起? 媽媽,伯母,我真的喜歡小偉 我女兒要正正經認識她的男朋友 她是被你逼,才會相提 沒錯,媽媽 你不要教壞我女兒 你走,你不要把她纏著她 好,那我跟小偉搬出去 你說什麼? 你造反了? 我們想搬出去,只是想你們冷靜點 冷靜?你現在真的需要冷靜? 你弄了臉,你知道嗎 你這樣真的疼愛女兒嗎 她根本在這裡不開心 不要 她從小到大不開心 讓你弄得不開心,你知道嗎 你死定了 小偉 你沒事嗎? 你不懂嗎 媽媽,我真的喜歡阿Joe 我沒有,看你 怎麼樣?你不懂嗎 脫下鞋給我看看 怎麼了? 怎麼了? 你怎麼了? 我帶你起來了,好嗎 沒事 我都要看的,腫成狗 重力一點… 小心 我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媽媽,謝謝你照顧了我二十多年 我知道我不可以改變你的想法 但我真的沒辦法扭自己 雖然爸爸還是沒有說出口 但我知道他跟你一樣都很愛我 阿Joe是真心對我好 我們就像普通情侶一樣 很想得到父母的祝福 從小到大,我甚麼都聽你的話 但這次可否聽我說一次 爸爸,無論你多討厭我 我都沒有後悔過當你的女兒 對不起,媽媽 我喜歡你 今晚吃甚麼 我忘了買電飯煲 甚麼?爸爸就說我會送一個過來 我開 妈 谢谢 謝謝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彩虹家會處 進入我們的第二部分,逆地而處 我是彭成,大家好 沒錯,今天我們的現場觀眾 來自社會上的不同階層 亦來自家庭崗位的不同人質 稍後會問他們三條假設性的問題 待會用自己作為家人的身分 到底對於性小種有甚麼看法 不過要提醒大家,我們說的性小種 不單是男女同性戀者 還包括有跨性別人士 以及有雙性戀,要記住 好,立即先問我們第一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問大家 假如你是性小種 你會否向家人隱藏性傾向 上表態,站起來 說的話又怕父母不喜歡 不說的話又偷偷看 不過在這裡提醒大家 父母、長輩等等都可以是性小種 那他們是否應該要收拾埋埋 要隱瞞呢 如果你覺得要向家人隱藏的話 會是粉紅色的 而不會是綠色的 逆地而處,你會怎樣選擇 我們一起看看結果 說不會的有百分之六十四 說會的有百分之三十六 我說不會隱藏的佔大多數 說會隱藏的相對較少 先問問這邊,這些會隱藏的 純粹覺得應該未必能接受 所以先隱瞞一會兒 隱瞞一會兒到何時 五、六年 那你到時會怎樣 到時再跟家人說 也不接受呢 起碼他們知道了 我會一輩子都不說 是 因為我會顧及他們 如果我… 譬如我媽媽 她因為我這樣的關係 有這樣的看法 而她患上精神病或抑鬱 我變得更難受 我寧願隱瞞,騙她一輩子 這是善意的謊言 好,問問這邊 你們都說不會隱藏 他們有那麼多考慮,為甚麼 我覺得既然有這種傾向 應該早點說就好一點 因為有這種傾向 告訴父母,希望他接納你 慢慢給大家時間、給大家機會 會選擇一開始 知道自己喜歡同性 就會告訴我 為甚麼 因為我家裡接受程度比較大 我會跟他說我伴侶有多好 讓他安心 我也覺得選擇不隱瞞 你會覺得是否很痛 有時吃錯東西 不會的… 我更高興 或者多了一個兒子 或者多了一個女兒 我更高興一點 其實我們是很民主的 很開門 其實我有個朋友 都是… 爸爸不太認同 但是媽媽就認同 到爸爸去世 他的朋友就一起出席去那個… 喪禮 喪禮 現在他跟他媽媽住 現在你說也有十多年 第二條問題問大家 假如你有家庭成員是姓小忠 那你會否接受呢 上片台,站起來 說會接受的可以去粉紅色那邊 說不會接受的可以去綠色那邊 逆地而儲,你會怎樣選擇 大部份的人都說他會接納 有百分之九十一 不會接納的人就有百分之九 對,看人數都知道了 很明顯的 不如先問問他們 為何會不接受呢 每個偉偉同性戀 下一代哪會找人接受呢 說你怎樣 趕他走 這些叫做迫於無奈 你要接納 實際上,我相信做迫於很多老人家 心中都是不願意的 那你會否趕他走呢 那我不會趕他走 不過就當他是透明的 督眼督鼻 我一直都站在五字立這個立場 是 可以說我們中人的思想觀念 無論宗教、社會的婚姻制度 合法化,都未接受到 我會跟他說 你等我閉上眼睛 你就回來了 可能我比較要我自己的面子 我是應該不接受 因為夫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的 你搞同性戀、搞妓 那我怎樣向其他人交代呢 世界上呼籲同性戀 是有愛知病的 我一定拒絕 所以我不接受 愛知病不一定是同性戀才有的 哥哥 問問你們要九成多人接受 為何你們接受呢 切肉不離皮 在你家裡的其中一個 是一個很獨特的人 當鬼剛才看不到他的存在 但是那些回憶 那些東西 永遠都很難磨滅得到 如果不去接受的話 我想是… 對自己會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男和男就比較難接受 感覺很不舒服 不舒服 你又舒服嗎 女生可以做到男人的一方面 但是男生永遠都不可以做到 很溫柔或嬌地的一方面 如果家人有女的親戚 包括你妹妹或姐姐 對 甚至乎你媽媽 我覺得可以的 那你就會接受 對 我真的問心說 我也是一個媽媽 如果我女兒有一天這樣跟我說 我會有一點擔心她的路難走 其實如果有愛的話 成長不可能爸爸媽媽不知道 對 如果有信任 有愛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能感受 是你願不願意去相信 或者你願不願意去面對那件事 本身是異性戀也好 同性戀也好 其實沒有愛是保證地老天荒 對 你只是希望有這樣的期盼 所有人走進教堂 都是一生一世 但不代表她的異性戀 或同性戀會有分別 第三條問題 假如你有家庭成員是姓小鐘 那你會否向別人否認呢 想表態站起來 中國傳統家庭方面 有甚麼就自己關門就搞定 如果你家人是姓小鐘 那你會否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會否認的,請你去粉紅色那邊 不會否認的,你可以去綠色那邊 逆的二柱,你會怎樣選擇 結果是說不會的,有百分之五十六 說會否認的,有百分之四十四 先問你們,為何你們不會否認 如果別人一問到我的時候 我會覺得坦誠說是一個姓小鐘 這件事傳到我姓小鐘的家人 他會很開心 因為他會覺得這個家人 是接納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觀點 他覺得說話也無所謂 我就不會向他人否認 因為… 為甚麼 我本身也接納了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與生俱來的 好像我懂得游泳 他好像我唱歌比較好聽 都是與生俱來的事 所以我不會去不接納他 與生俱來,又不是做錯事 為何要否認 好像…可能是少數一點 例如天生是左腰那種少數 但我不是做錯事,沒問題 這邊你們都說會否認 又是基於甚麼理由 例如我兒子是姓小鐘 是… 我叫他問 就問你… 你有空去問我兒子 為何不拍拖 或者… 或者你幫我找個女朋友給他 我就叫他自己去問 但其實心底裡是否接受 如果知道了就會接受 我當然不說 為甚麼 因為其實是保護他 說多說,可能受到社會的壓力 有甚麼事承擔 誰承擔 都是我而已 關心你 甚麼 樓下看間會關心你 那些不是關心,那些是八卦 是兩件事,我分清楚 我的方法是唯有接受 想契,契兒、契女兒也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可以一起住,大家快樂 如果媽媽跟我說 為何你姐姐會喜歡同性 然後我說,他只是喜歡了一個人 但剛好性別跟自己一樣 令他知道 生了一個小孩出來,你愛他 應該沒有條件的 對,沒有條件的愛 對,只不過是在傳統觀念上 選擇的東西是你覺得不同了 謝謝 今天也很感謝大家來到我們彩虹家會處 跟大家逆地而處分享 可能除了傳統上,大家都擔心 不能夠有傳宗接待的情況出現 最怕的,內心心住的可能都是怕 人言可惟,怕被人說 不過家庭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相信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多點時間,大家互相了解、接納 歧視就不會出現 在此為止,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再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